一定要來問顏教授了 這個 其實這幾天也不斷的有不同的YouTube跑到了街頭去聽聽看不同的聲音 之前在做總統大選民調的街頭有派對這個頻道 他也到立法院外面來訪問 其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是 他聽到這個在場抗議的觀眾他們說 藍白多數暴力啦 那當然他就提問說可是你知道民進黨過去八年就是這樣嗎 他說所以我們不要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啊 然後再問 所以過去這八年民進黨多數碾壓的時候你有站出來抗議嗎 他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抗中保台啊 這麼簡單啊 顏教授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我不碰政治的原因 剛才這個韓濱也講了 他說就是 就是其實都是在 在混民主政治打爛仗 但是真正講起來民主政治 如果你要 從事政治 妥協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堅持一些理念 像賴清德這種人根本就不應該做 他就是一個獨裁的性格 因為他不喜歡妥協嘛 妥協才是 那過去民進黨我們看到 他說是什麼 衝突完了會妥協 然後進步 後來發覺根本不需要妥協 因為對手都軟啪啪他幹嘛要妥協 所以他現在根本不妥協了 他就是用衝突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就像你這些民眾也是一樣 你也有你的理想 但是你也知道現實是什麼 所謂的民主政治 你們現在不是要捍衛民主嗎 那就玩民主政治啊 捍衛民主就跟著民主走 多數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你再怎麼討厭 你還是得這麼做 就是 那你就說服 說這個多數很糟糕 我們下一次選舉 一定要 不能讓他們再有多數 這個才叫做民主 就是你要忍那個忍受那幾年 你要去 創造出你的論述 說這兩個黨 如果成為多數 那是我們台灣 好很 那個民主之亂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們有多數 那下一次選舉 如果你說服了人成功的話 那說不定你就拿回多數了 而不是說 你今天因為 因為這暫時沒有多數 你就又回到 又開始 不走議會路線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這是民進黨 我覺得最該批判的 就是他在在野的時候 他可以搞這種 好像說什麼多數暴力 然後呢 執政的時候 他就用多數來碾壓 那從來也沒有看他尊重過 我們可以過去看到 就是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他們在監委 在很多的 都還會考慮到提名一些 所謂的中立 或者還偏綠的人 做一些代表 有一些代表性 民進黨執政哪有做這些 連這些 稍微有點善意的動作 都不會去做的 你表示這個黨 根本就是比較像是共產黨 就是要全面執政嘛 那我覺得當然 如果他支持者喜歡這樣子 那你就 你可以去支持 但你不要跟我再談民主 因為這絕對不是民主 很多人說看到昨天的場景 你會想到如果你有看前段時間 非常紅的劇 三體 三體的open 就是在講文革的畫面 很多人說昨天好像看到了這一幕 不光是我們剛剛講到了 連晚上好都叫你不要講 甚至在昨天呢 之前也參加過太陽花學運的 魏陽 他有講 很多人提到 民進黨過去 八年執政 把很多 美國法案 宋偉人會禁負二讀 為什麼他們可以 我們不行 這是一種 比爛的心態 民進黨單獨過半的時候 確實也是有一些 濫用程序的一些問題 而這段話講到最後的時候呢 據說廠下是一陣 激進 沒有人要接話 不過我想要先 再請教一下 寒冰哥 這個作家 飄浪 島嶼他也提到了 其實民進黨 早就放棄這一戰了 可是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 累積 2026的 選舉本 透過了這樣的學運 把他們的選民 召喚出 燕藍 醜白的民眾 繼續在 2026在戰嗎 民進黨其實一直急於想要重新找回他們的群眾魅力 對因為 賴清德這一次選舉他很明顯看到他自己失去年輕人的支持 因為年輕人都跑到民眾黨那邊去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來講一直很大的危機 那即使賴清德 選前 不是有開一堆直播選後不是要要 要求他們的黨公司要做直播 可是那個人氣就是聚集不起來 所以我個人覺得賴清德是故意趁這一次再操兵試試看 就看看民進黨的群眾媒體還剩多少 然後趁機也可以 因為他知道他在立法院裡頭是鬥不贏的嘛 那既然鬥不贏沒關係他就跟你鬥到底 就是我 場內鬥不贏你我在場外跟你鬥到底 他要想辦法用另外一種模式也就是 我就算場內投票說你可是外面我們人多 所以正義是在我這一方的 他要形成這樣一種氛圍 就表示他是正義 可是正義真的是這樣解讀的嗎 那當然 這就是民進黨自己的想法而已 可是重點在於是什麼 他們第一個 他重新在操兵 現在 讓民進黨在測試自己能夠拉回多少群眾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未來他們一定會視線 那如果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不管怎麼樣民進黨都會丟去視線 那視線大法官幾乎都是蔡英文提名的人 所以大概結果我們也可想而知 所以 如果說他們到最後是靠著視線擋下來的話 他們會覺得有點難看 因為 感覺上好像 民意根本就不支持你們這種做法 只是 你靠著大法官的優勢硬擋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把這些群眾擋在街頭之後 未來他就可以說你看 其實 大法官是順應民意的 因為多數人其實認為這個法案是惡法 所以我們把他擋下來了 這等於幫大法官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 然後再來呢更重要當然 也是為了未來的選舉 因為他們要不斷的 去扭曲 年輕人的想法 然後把他們帶領到重新回來 民進黨這一邊 那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 民進黨現在已經完全講不出道理來 然後講太陽花的時候 好歹他們還可以講講一點點道理 他們這一次是完全不講任何道理 就是反正因為 我沒有什麼政當理由可以去反國會改革 所以我只好 我只好告訴你說 因為他們會賣台 對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邏輯超級奇怪 他們邏輯是什麼你知道 不是國會不要改革 而是不能交給藍白改革 他們現在邏輯是這樣 就是如果今天是民進黨提出來 為什麼民進黨因為民進黨過去也提過同樣的案子 那為什麼民進黨提可以藍白不行 是因為民進黨才愛台灣 所以民進黨提的是對台灣好 如果有藍白來提 他就是包藏獲勝 對 所以還特別去找出來什麼 袁紅斌在 二月的時候講的 講的那些東西說 你看這是習近平指示的 現在一切就要包裝成 習近平去指示 藍白在立法院的作亂 目的就是要削弱 賴清德的權利 然後他們說立法院不能擴權 藍白無限擴權 那立法院變太上皇 其實我告訴大家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真實的情況是過去8年 行政權無限擴張 過去8年因為立法院完全喪失監督的能力 所以 行政權是他高興幹嘛在幹嘛 所有的東西立法院就單純背書讓他過 這才造成了過去這8年的亂象 所以今天 藍白在立法院做了什麼事 是重新拿回立法應該有的權利 要重新拿回監督政府的力量 因為民進黨根本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不是限縮總統的權利 而是讓總統能夠恰如其分去執行他的權利 不是無限 他高興幹嘛就幹嘛完全跟皇帝一樣 所以 這些都是民進黨不願意去告訴民眾 那我也必須說大家也不用著急 好像 民進黨找人上街頭為什麼不能上去 先不要再 這一次不用跟他們起衝突 老實說啦我認為 他們弄久了自己 會越弄越難看 因為你每一次找群眾上街 你要有道理 像519的時候 民眾黨找群眾上街我就不贊成為什麼 因為道理 整個論點很薄弱 就蔡英文都已經最後一天了 然後你要去細數他過去8年做得多不好 你早為什麼不講 你到最後一天去講這有什麼意義 完全沒意義嘛 所以那天的人數老實說就是差強人意而已 就普通 那 所以我個人認為群眾運動一定要找出一個好的理由 這一次民進黨其實把群眾摳上街 他們我跟你講 柯建民講說什麼沒有一個人是民進黨動員 實際上全部都是他們動員的 你以為不動員會有幾個人來喔 那可是問題是他們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地動員了這麼多人之後 結果其實沒有什麼正當性 他們也真的講不出什麼論點出來 他們只能到最後輪為文革批鬥大會 只能用仇恨動員 其實我老實講民進黨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越窄 我根本不認為年輕人我會回到他那邊去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但還沒給我補問題賴清德看到這樣的成績單 昨天這個場景他是滿意的吧 他滿意喔 賴清德是滿意的賴清德是個滿容易滿足的人 他只要看到人他就很爽 符合他的期待 對他符合他的期待 因為賴清德要的就是亂 你知道嗎 他要從亂中去突顯 民進黨才是正義 藍白就算你 選舉贏的就算你是多數 你們不代表正義 我跟你講這種想法很怪很欠缺邏輯 但賴清德就是這樣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這上山很久的斗內說大法官不是要解釋死刑嗎 今天都已經5月25號了 感謝何欣欣的斗內亮哥提醒大家 在也在修反滲透法的時候會是最大的戰場 到時候綠營的支持者會大局上街 這是賴清德想要的 我想到時候我們也要上街來反制 感謝希西米的斗內有全程看立院直播的人 就可以了解藍營立委在裡面有多努力的對抗 暴力又疲勞轟炸的民進黨 他說他看了很感動 如果沒有親眼了解 請自己去看 真的不要道聽途說 感謝我們的Leon David的斗內 說他覺得這種機會應該多一點 可以再玩瘋一點 從 以後呢 這個大陸打來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民主負擔了 該打就打無心理負擔 感謝PH王的斗內 他說民主民主呢 人民能做主的只有上手的那一張票 好好想清楚 投票結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吧 勝利者贏 感謝陳婷的斗內說 首先賴皮聊拆了嗎 再來那些上街去抗議的學生 你們有真正體會過了出社會工作的壓力嗎 有體會過要負擔家庭經濟的壓力嗎 還是你們就只是一昧的跟風 還是只是想紅想當零二十萬 醒醒吧 說黑箱的人麻煩去國昌老師的頻道 都有完完整整 並且有依據的答案 連Google都不會去抗議的學生素質 真的有這麼差嗎 當然這個場景也包含昨天有人去現場看到 說在PET上面 轉傳 原來學運人多的秘密未必是這樣 可起碼來學運 很賺而且賺爛了 因為裡面有 取之不盡 吃不完的零食 甚至有一些補充的物資 所以他說所謂三軍未發 糧草先行 如果沒有足夠的糧草 要怎麼能夠調度大軍呢 可是剛剛也連到了 寒冰哥在講的議題 其實 楊明哥你也想講 這就是一個 雞尾酒式的抗爭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要什麼就加進去 加進去加進去 調一點什麼 調成一杯我想喝的雞尾酒 那當然這個裡面就是有點像是這個 餐在一起變殺尿牛丸的概念 就是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 所以 其實我先從 魏陽開始講 魏陽 我必須講我是尊敬他的 為什麼他在太陽花運動之後 他並沒有跟 主流 尤其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是 那個時候 當 范雲 已經這個 他是有一段時間是在 社民黨裡面工作 當社民黨的黨工 但是呢後來 范雲去了 他繼續 從事學問工作 他繼續 去做相關的進修 雖然他的媽媽那個時候是在 民進黨的政府裡面工作 但是 他個人是沒有 他才是太陽花裡面的其中一個 要教 那當然魏陽他後來你看他會 他會講比較相對公允的 民進黨 有一些狀況 確實有啊 就像最近大家看到很多影片嘛 什麼一分鐘就把法案送出去的啦 什麼前瞻建設計 有沒有意義 現場秘密人喊 沒有意義我們就送出去 這個過去 發生過很多次了啦 那 我 過去這10萬名的這個群眾 扣掉那些比較年紀比較小的 當初 這個民進黨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請問你為什麼不憤怒 請問你為什麼不去國會 周邊反黑箱 你為什麼不去反擴權 概念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講 香港話 人大話 過去8年 立法院就是 行政院要他做什麼 他就通過 要你們反來 要你們 吃萊豬 就通過吃萊豬 要8800億的前占預算 就給他通過 要什麼 就有什麼 這才叫做香港話 就是 行政權 獨大 沒有民意 這個所謂的立法院 有這種所謂的民意機構 可以去制衡監督 這才叫香港話 那人大話 那叫做威權組織 那 現階段 當然我為什麼一直強調那個機尾酒 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的基調叫 反中 其實我剛講的中國 國民黨加黃國昌 變成一個三合一敵人 以前這個 楊老師知道 那個國民黨威權時期 三合一敵人 共產黨 台獨 黨外陰謀分子 現在就有一個新三合一 這是民進黨的威權 要把這三個 三合一之後怎麼樣呢 你就是我們 民進黨主流民意的敵人 他的用意 當然 不只是 2026 2028 最近有一份 這個文件 在網路上流傳 給大家看 直接已經把 叫做 罷免立委的名單 把它秀出來了 他們已經 因為他們已經說現在已經 昨天5月到6月了 他們說可以開始準備了 明年 2月1號開始就要推了 你看 藍白亂政區域 立委最可能被罷免 他還整理 我這邊秀出是前10名 圖泉吉 葉原資 丁學忠 劉昊 邱洛華 這個廖偉祥 魯明哲 黃建兵 鄭正前 牛許婷 那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他們說 因為現在民進黨51席 他們說呢 只要6席 6席 6席 怎麼樣呢 就可以 過半了 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 遍地開花 我只要最後能拿回6席 民進黨就會變成多數黨 這是現在民進黨 這個叫做 民進黨不服 2024 1月13號選舉 結果他們可能要做了一個 下一波的運動就叫做 發動全面性的 遍地開花的罷免活動 那我不認為這個罷免活動有那麼容易 但是 他們現在在醞釀的 他們沒有要衝國會 他們在衝什麼 他們在衝這種所謂的 反國民黨跟反民眾黨的民意 醞釀到一個極限之後呢 就會複製當初韓國瑜被罷免的模式 這個模式從2019年 所謂的蔡英文 他當時他的民調到谷底 然後呢 賴清德去挑戰他 可是因為香港議題撐香港撐民主 然後蔡英文一路往上飆 最後 他拿了817萬票 這個反中的 這張效果絕對有效 粗暴又有效 那他 後來 這個到了 把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去了一趟香港中聯辦 他就變成中共同路人 然後一樣把你罷免掉 所以 我必須提醒 國民黨的朋友 過去我為什麼 在這個傅昆琪去中國大陸 訪問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說 其實這個實際點是不移的 原因就在這邊 現在他們就是咬著 4月份傅昆琪去中國大陸 帶了17個欄尾 到了中國大陸 現在要來推這個修法 你們就是中共指使的 他們要做這個連接 而當 像黃國昌去跟傅昆琪 他們想說 黃國昌是傅昆琪的乾兒子 什麼 養的什麼寵物 等等的 各種不堪入目的話 入耳的話 通通都講出來 但是他們的用意是 連黃國昌都可以變成中共 中共同路人 他們的用意就是這樣 你要知道 過去 你要 拜託這個 黃國昌當初中天被關 他也出了一分力 他是反紅媒 結果現在變成他是中共同路人 這 你要知道 這個叫做 確實有點類似這個文化大革命 當你今天站在黨的對立面 講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對我說你是 這個 黑五類 你就是黑五類 那現在黑五類要變成 這個 把它 形塑 用這一群所謂的民意 把他們框進了這個所謂 親中勢力 這樣的一個 框架之後 他要的就是中間選民 不再選擇民進黨 不再選擇民眾黨 而 不再選擇國民黨跟民眾黨 而民進黨 就會永續執政 這不只是為了2026 2028 這是為了 永續執政 所以 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 你會發現 激進黨也很努力 激進黨 想要取代 民眾黨 持帶力量也參與他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席次嘛 我都來參與 我分一點餅 我分一點點 這個群眾裡面有一部分 可以給我 可是最近有一個很好笑 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一個這個 台獨的乾爹 他們就說我要出100萬 我要讓這些 北上的朋友 你們來申請 你只要說你要 這個 高鐵 或是住宿 我都通通 給你們來申請 最後用什麼 單據發票來報仗 結果有一個網友說 我哪一天哪幾點 我要去北上 然後 那個乾爹 他裡面有個規則說 你必須要是我們的同溫層 我會檢查你的言論 然後 結果他就 他就點進去說 後來因為有一個就留言 說我想要 後來他就 他就回應說 你曾經轉發過 時代力量的貼文 你不是我們的同溫層 滾 直接拒絕 連時代力量都不行 你就知道 現在這一群人有多可怕 我必須講 這樣的發展下去 對國家不是好事 賴清德總統 呼籲你懸崖熱馬 對國會 如果一定要用這種抗衡 用民意民粹方式去抗衡 這個恐怕 未來我們的台灣 會變成一個撕裂的社會 雖然我們要準備 進到下一個整點了 可是我想要再補問一下 我們顏教授最後一題 因為這個跟你很有相關性 所以我就一定要問一下 老柯 接受了 日經亞洲的 專訪 他要來指責 藍白在國會多數暴力 可是言由在耳 吳四遙不是才罵說 韓國瑜你在接見外賓的時候 幹嘛討拍 結果你們家自家總召呢 是跑去了日媒來討拍 然後呢 還被大家講是出口轉內銷來大洗腦 我覺得這個 對不起 柯建民你就是你個人就是這個立法院的亂象之一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接受訪問 實在是 然後還要覺得用外媒來轉出口轉內銷 我真的要講 就是說你民進黨你今天好好努力 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 贏得你的想要得的多數 不要每天動員 我覺得這種動員 我真的要再講一下 我希望賴清德 我不要以後叫你 毛清德 或者是習清德 希望你能夠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懸崖任馬 不要讓民進黨成為一個 專制的 剛剛楊明也講了 你怎麼變成跟共產黨一樣 每天講的都是一黨獨大 一黨獨大 一黨執勝 然後呢 國民黨跟民眾黨 大概就在政協裡頭的 這種小黨意識一下而已 我還要再補充一下 大陸的人大 還有一些建言 一大堆 然後每年那個 總理 都要回應說 他們提出來的建言 我們做了哪些 我們的立法 老早變成立法局了 就是 執政行政單位 要你 PASS什麼 你就PASS什麼 你們有沒有 真正提出 你們 單獨的建言 然後讓這個行政單位 真的請來做的 我覺得沒有看到 你不要在那時候 搞一黨獨大 結果連共產黨的 這個人帶都不如 當然講到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在昨天 科針委員 他的這個還原當中 大家才知道 原來他在517的那一場 衝撞 我們把他俗稱為是 一直要被推進去 被推出來 那個像碟仙式的 那樣的一個工房裡面 他其實有受了傷 那等一下到了第二小時 我們也要歡迎我們 昨天很認真 在立法院裡面 工房的兩位 藍尾在今天也會幫我們 還原整體在立法院 昨天份的有什麼樣的新的進度 第二小時馬上回來 來第二小時 歡迎大家 持續加入我們的周末大爆掛 你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找到我們的子頻 幫我們愛用訂閱鍵 看到今天的縮圖先點個贊 打開聊天室 加關門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那這個小時呢 我們一樣呢 要從場外 移到了一場內 來好好討論 昨天的這一場 禮拜五的 工房 那只是呢 這裡面有包含很多項目 有的是一些 我們這才發現 原來韓院長 受傷了 而且他這個傷是從5月17號 就已經產生了 甚至呢 立法院活字典 活化石的周萬來 罕見的動怒了 直接跟 柯建民還有吳思堯 標罵 甚至大家有在這幾次的工房裡面 都看到 韓國瑜背後的那個俗稱為 小精靈的人 到底是誰 也慢慢的被一些媒體 給起底 報導 那當然 綠營的工房也包含了 荒槍走板的 我們剛前面有先跟大家預告的 會有滑酒拳 甚至又帶了氣球 帶了藍白拖 進來抗議 這個我們等一下 也會來聊一聊 那也先感謝我們觀眾朋友的 斗內 這個小滑流的斗內 支持改革 只要比反方多 賴清德就沒有理由說民意不支持了 不一定要在立法院的周遭對抗 人多了 賴清德就 還有跟兩位委員說 辛苦了 一直舉手 手一定很酸 繼續加油吧 感謝蔬菜阿斯的斗內 國防部長 他認為 很失職 三次的大型 綠潮 海選現場 都沒有 涉灘 招募 人才 在這對岸 圍台軍演的 緊張時刻 這些維力法院的人 都是 抗中 保台的 最佳人選 下周二希望可以來涉灘 不然呢 抗中保台都是不及格的 這個小時除了楊明哥 誰去陪我們以外 來我們來歡迎我們的 袁軍委員 裴圈好大家好 等一下 你剛剛是那個 被罷免 第二名 對我正要問這個事 等等 我們還有這個 燕秀委員 等一下也會加入我們 袁軍委員 你自己知道你被列為 是什麼罷免 名單 希望可以把你扯下來嗎 我知道 那個他傳很久了 但他那個是用那個得票率 就是說 第一名圖權級 他好像 他好像只有贏 0.08% 那我是贏 1.35% 第三名是贏 1.71% 所以之前網路在討論 就常常在講 這幾個就很容易被罷掉 只要再拉幾千票過來 就可以罷 但我覺得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正當性 就是說 選舉 結果是贏一票就是贏 那他們現在有點輸不起 就覺得說 我只有輸一點點 再加上 很多民進黨的選民 一直認為說 他們不覺得我們很厲害 因為民進黨的選民 一定都是這樣 他就說 你也沒有多強 你就是靠著那個 羅志正的A片 或者是什麼 他的 偷錄音的錄音帶 他們的選民就是這樣講 所以 下次有一個沒有拍過A片 或者是沒有錄音帶的人 就可以把我幹掉 這是他們的思維 他們就忽略了 其實我們也是 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認真 他們的講法都很瞎隱 但是先撇開他們 瞎不瞎隱 如果說 如果說民主自助 是可以這樣子搞的話 就是 你輸的比較少 所以我就趕快 籌備一個罷免 然後來把你罷掉 好啊 那大家以後 是不是全部來搞這個事情 因為 民進黨也有贏很少的啊 對不對你說板橋我是贏2000多票啦 那我 板橋還有另外一區張紅路 他贏4000多票 那是不是你要罷免我 然後我們來罷免張紅路 然後板橋大家再重選喔 然後那 所以 再來就是民進黨很多也是靠 國民黨分票才 才選上的啊 譬如說像吳思瑤 對不對 張思剛跟侯漢廷兩個人票加起來也贏了吳思瑤啊 所以大家要不要來 罷免吳思瑤 對不對 讓張思剛跟侯漢廷一起罷免吳思瑤 所以 不是這樣子搞的 我覺得 沒有人是因為意見不同 然後要去把別人罷免掉的 實際上是要看說 到底這個委員你是不是真的做得那麼差 所以你才要罷免嗎 這個 這個真的是有點莫名其妙 而且 現在網路上面 講的很多通通都不是事實 昨天 昨天確實是非常多的人 可是民進黨 還有這些民眾 他們所接到的訊息 也都是 不斷的在改變 一開始他們上街頭的原因是因為 為了要花東的 所謂的兩兆乾坑 現在納稅啊 你看那些立法委員 為了傅崑奇一個人啊 要 要通過兩兆乾坑 那我們這個 稅金就擺繳了嘛 為什麼 然後甚至還在操弄 花東民眾跟其他 縣市民眾的仇恨 我們為什麼要 補花東 但問題是根本就沒有這個 不是這個問題嘛 我們這幾天 從頭到尾討論都是 國會改革法案 跟花東建設條例 到底有什麼關係 而且 5月16號 我們是5月17號才開始院會 才開始 討論 國會改革法案 但5月16號當時 的朝野協商 就已經講了 這花東的 交通建設 等到 新的交通部長上任之後 才要繼續做協商 所以原本 雖然議程在裡面 但原本就沒有要審 原本就沒有要審 而且更何況是根本沒有兩兆 這件事情 好不好 今天即便這三個 三個條文有討論有通過 也沒有兩兆啊 他那三個有兩個是要做BOT嘛 就像高鐵環島高鐵 就像我們現在高鐵是BOT嘛 那環島高鐵做BOT BOT是民間出資 民間興建 然後幾十年之後轉移給政府嘛 然後他在這過程當中盈利嘛 這就沒有用到大家錢啊 只有一個應該是花東 快速道路吧 好像是說要 用公務預算 2500億嘛 那公務預算的使用其實受很多限制 而且是分言編列 所以這都是錯假訊息 然後包括就是他們 後來又改成說 什麼反黑箱 那有什麼黑箱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弄了一個網站去澄清嘛 就是說 實際上這個案子 討論開了三次公聽會 大家都充分表達意見 那也都有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他就要一直講 黑箱黑箱 如果要因為黑箱罷免人的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過去八年 民進黨 怎麼黑箱 不管是在勞基法修惡 或者是前瞻計劃 前瞻計劃 那時候通過前瞻預算的時候 他可以整個包裹表決 預算包裹表決 讓他直接通過 然後在前瞻特別條例的時候 現在大家也看到影片嘛 那時候邱毅寧當招委 第一條有沒有意義 然後下面國民黨委員 有意義有意義 然後邱毅寧就耳包 沒意義是不是 好第二條 再唸一遍 然後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有意義 沒意義是不是 就這樣就過了 好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們所謂的程序正義 認為那麼重要的話 那 要不要先去罷免邱毅 雖然是上以前的事啊 但他現在還當立委 你要不要先罷免他 因為他以後可能還會做一樣事啊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搞喔 所以我認為 民進黨就只是把 這件事情當作一個 政治鬥爭 而已啦 所以 我是 我覺得 一般的民眾應該 看不下去這種 政治操作的手段 好我們先歡迎我們的 彥秀委員 大家好 好那也感謝我們 觀眾朋友們的斗內 這個 瓦子的斗內 他說他沒有上過街頭 連為他的這個族群利益上街頭的活動都沒有參與 但這陣子真的滿腔怒火 覺得只有上街頭才可以宣洩了 感謝欣欣的斗內 謝謝元支開直播 雖然你常讓別人帶領你的直播 還被這個代理的人說 不要混了 可是還是讓大家 及時的看到 現場的真相 能夠看到幕後花絮 例如 立委是如何對 欄尾 進行直銷 以及如何的 干擾對方口號等等 他也發現 其實元支很會叫囂 他也想要高喊說 叫囂組萬歲 國民黨的立委 都辛苦了 感謝我們的 Jeff Chen的斗內 民進黨 側依如果想要罷免 國民黨 N位立委 國民黨側依應該也要發動 罷免民進黨的 N位立委 挑原先有 藍白 藍無 藍星分票的 這票數接近的 來做為 抗衡 感謝我們的觀眾 陪我們的斗內 另外就要請我們的運輸委員來還原了 不說不知道 因為其實在5月17號 韓國瑜要被送進 這議場內的時候 內議陣攻防 原來導致他受傷了 曾恩克這位委員爆料說 他去找韓國瑜 韓國瑜當時在接見自己的 高雄的鄉親 結果也因為聊得很開心 他們彼此也很熟 在叮嚀韓國瑜要特別小心的時候 韓國瑜就展現了 原來他受傷的傷口 給他熟悉的鄉親朋友看 結果他說 好像在腰部的側面 韓國瑜有一個非常大 又是紗布 又是膠帶 而且非常大的傷口 看起來真的不只是貼 這個狗皮膏藥而已 是到醫院有做過了傷口處理 他才發現到原來還有這段 為什麼特別問問院秀委員 第一時間保護韓院長 我有看到你的身影 其實那一段 在後面是真的是沒有人在拍攝 那剛好就是有幾個助理 剛好也在樓梯上 我們自己拍攝的 所以那天媒體 其實根本看不到 其實從5月17號開始 就是說連續審了連續三天 其實民進黨根本不上去朝野協商 即便有朝野協商 其實都是過場 或甚至不是拿條文出來 去做討論 而是很多的謾罵 或很多的不實的言論 都在朝野協商裡面 我相信通過直播 大家都看得到 但是 大家看到其實另外一個目的 在議場背後 院長背後有兩個門 兩個門事實上後面 就有兩個樓梯 可以直通朝野協商的三樓 三樓都是到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奇怪為什麼點名 我們在議場裡面 我們有點名 民進黨51位立法委員 怎麼少了10位 因為我們要隨時去注意說 這10位立法委員到哪裡去了 會不會到哪裡去賭 所以我們發現少了10 我們就在查到底到哪裡去 後來原來他們是躲在 議場後面的 這個兩個樓梯 所以無論是 院長要從哪個樓梯下來 都有 他們都有辦法賭住 所以我們也 邀惑了一些女立委 然後也有一些男立委 一起到後面去 那我們就看到 其實民進黨 這些就已經 很up 他們就是坐在樓梯上 不動了 那我們變成在他背後 那 韓院長下來的時候 無論韓院長 從哪個樓梯下來 朝野協商的 柯建民 就直接聯絡了 樓下說 他們從 這邊東側 西側樓梯下來 一下來 就把整個 韓院長抱起來 韓院長腳 根本沒有辦法著地 就這樣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很多外界很多人批評說 院長的速度怎麼這麼慢 而且朝野協商那麼久 那有時候根本沒有在朝野協商的那個會議的台桌上 那到底在哪裡 有時候院長的協商是在院長的辦公室裡面 所以其實民進黨說 沒有討論 沒有協商 台面上台面下都協商了 至少三五次以上 每一次民進黨不是不願意進去 或者說韓要朝野協商 那朝野協商根本不討論 那 院長一下來要進議場的時候 就 大批的民進黨立委包圍著 我那天看到是 我看到民進黨幾位女立委 根本就已經把韓院長整個人抱起來 韓院長腳沒有辦法著地 人又很多 男立委在一圈 然後後來男的立委就把 我們國民黨男立委就把 民進黨男的立委拉開來 那女立委我就可以趁機湊上去 然後抱住女立委往外拉 所以 應該是說韓院長那時候就嚇到了 韓院長就說 誰抱住我誰抱住 因為他知道有女生抱住他 但是他不知道是誰 他就大喊說 誰在抱我誰在抱我 因為他手就舉高高的 他也不敢碰 他也不敢撥開來 那 都是幾個賴會員 那幾位立委抱住他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把他們拉開 那當然過程當中 包括我自己的手 還有韓院長 韓院長我相信他 腰被抱得很緊 那韓院長都特別瘦 我懷疑他這幾天 其實曹義協議長這幾天 其實當院長非常忙 就是說大家覺得說 好像只有二五開院會 事實上 平常更多的時間都在做 還有私底下朝野協商 還有接見外賓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吃飯 有一次我打給韓院長 我現在才在吃水煎包 所以 韓院長真的是非常忙碌 但是我們沒有人注意到他 其實那一天受傷 他也沒有對外講 那其實意識人員在推起過程當中 我也曾經間接聽到 所以我覺得 從五一七 審議三天的院會到現在 從院長受傷 秘書長被推倒 更多的意識人員 在這個過程當中 東西被搶也好 嚇到 我覺得這個是過去國會 就是說國會大家可以背一個 可以有不同意見 可以有肢體的衝突 但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 去傷害到議事人員 甚至讓院長受傷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 就是說 有時候你人數少 有時候你人數多 但是就像賴清德自己講的 就是 少數尊重多數 大家彼此互相 就是多數尊重少數 然後少數服從多數 這個是一個 大方面的原則 但是民進黨就是 選不贏 或拗不過 他就用強硬的方式來進行 甚至不惜 去 制女性的立委於死地 不惜 這傷害民進 這個 議事人員 這個是我覺得外界不能接受 那 再來 就是說 我覺得 韓院長當然最近都 沒怎麼吃東西 那 我覺得這幾天我也跟 周恩來秘書長跟高百祥 處長 討論我說 民進黨過去 用的這些 招數 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是這樣 有法 依法 沒法 依慣例 我們可不可以依過去 民進黨的慣例 快速的讓議程走完 那 秘書長跟 高百祥覺得這樣並不好 因為 我們都知道 民進黨這些法案 即便禮拜二全部過了之後 民進黨聽說要拿去釋憲 那大家都知道 釋憲司法院這些大法官是誰提名的人 是過去民進黨提名的人 所以 聽說要把整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全部釋憲都說我們違憲 所以這些修了三四天完全沒用 我就在想說 第一個法案這個包括總統來立院做國情報告也好 還是 調查權 聽政權 這都是民進黨過去八年所堅持過的 包括 所有 國際潮流民進黨說 民主國家 從美國法國德國英國甚至南韓都有聽政權 那最後一塊就是 人事同意權還有這個政府院長記名投票 這些沒有圖利誰啊 民進黨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大的力氣在擋 原來大家搞清楚 民進黨因為我們透過這個調查權 聽政權 我們可以把過去民進黨密封30年的 無論是高端的案子 無論是雞蛋超私的案子 快篩的案子 口罩的案子 我們可以 甚至是國防採購的案子 可以公開來的 我再講 可以公開來的 採購我們可以理解外交的 這個使用經費 我們可以 立委可以公開來的 可以了解的 我們有機會 去讓透過我們的質詢 我們可以去理解 讓社會大眾知道 否則就像現在 官員不理你 也不來 你想調閱資料 不給你 你拿他沒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 現階段的 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使 我們大概只有 別的國家的三分之一 所以 怎麼樣讓立法委員有足夠的權限 聽證權跟調查權很重要 所以 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連包括今天 我們都挖出資料 連柯建民 之前都主張過 一模一樣的條文 罰款的數字 也一模一樣 那蔡同榮以前也提過 林佳龍以前也提過 為什麼民進黨今天反對 怕的是 過去 這些 違法 的事情 有一些 弊案 讓國民黨 或在野黨 拉開來 甚至是 接下來 有可能 接下來這四年 要做一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讓我們藉由 聽證調查權 來 來 揭開來 來詢問 來問答 這才是民進黨 真正害怕的地方 所以 我私底下 聽說 司法院有一些 法院的人士 行政官員私底下 告訴我說 民進黨 已經透過大法官 私底下在 準備這些 就是 這些 這些 憲法的東西 要宣判 我們這一次 國會的審查 是 違憲的 所以 這一次 秘書長跟 高處長跟我講說 我們每一個步驟 民進黨過去違法 我們不要讓他們有抓到 任何 我們在審議過程當中的 任何小瑕疵 所以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 審議的這麼慢 我們也想快呀 我們也想照著程序 以前民進黨打包 不准點名表決 不准記名表決 然後 就讓民進黨 就 不准提散會動議 但我們這一次 每一個法條 為什麼要審到30分鐘 好無聊 同樣的事情 表決8次 很無聊 我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浪費生命 浪費那麼多公務人員的時間 浪費大家的加班費 但是我們不希望讓民進黨 找到瑕疵 民進黨過去在意識規範上 做的這些 這些不合法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或錯誤的案例 我們不想引用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 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 GRAS 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 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 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事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自己的全球 摩訝 這 Winter 時間到了 放在後 吃飯 去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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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